欢迎来到牢过讲故事 有请郭德杠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债桃花乃酒钱 酒行只在花钱做 酒醉还来花下年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今天有徒弟上家串门 说师父啊 做了个梦不太好 说你梦见什么了 他说梦见女朋友把我甩了 第二天找一个大帅哥 师父您说这事会不会真的 我就乐了 我说你踏实住了 梦都是反梦 出了一高兴 哦您的意思是 我把他甩了找个大美女 我说不是 我说这个应该 他先遇了大帅哥 然后把你甩了 他都乐了 开个玩笑 我发现好多人 对做梦这个事 看的还挺重 其实不光现在人看的重 过往今来吧 人们一直也没有停止 对梦的研究 留下好多有关做梦的书 你看咱们熟悉的 周公解梦 外国那个佛公解梦 有人说没听过 你看佛洛伊德呀 人家那大作叫梦的解析 都研究 说人睡着了 梦里边怎么说去哪就去哪 见着各种人很神奇 梦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呀 把这心里边老惦记这个 找个老人问呢 或者找个挂摊问呢 现在网络发达了 上网搜搜吧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不管什么渠道 你问谁有一句话 他都得说 这有所思 也有所梦 我觉得这个 有道理 白天寝思多了 晚上睡觉了 大脑没休息呗 还想这事 就做梦 这个相声里边 没少提做梦 您听过我那个论梦吗 还有这个梦中婚 还有做梦专家 都是这个 人都想做美梦 梦里边花天酒地 纸碎金迷 这才好呢 这个谁也不愿意做噩梦 做噩梦也想方设法的解释 好处缘 说了这么多做梦的事情 咱们今天讲一个 关于做梦的故事 这类故事您听过啊 什么南科一梦啊 黄粮一梦啊 这是咱们讲一个 您很少听的 樱桃一梦 唐玄宗天保初年 河北范阳 有个姓卢的落魄书生 大伙管的叫卢生 您看那个 有个电视剧啊 唐朝鬼之路 里面那男一号 叫卢灵峰 不是成天念的吗 我是范阳卢氏 卢氏是当时的世家大族 除了范阳卢氏 还有龙熙李氏 赵俊李氏 波领崔氏 清河崔氏 行阳正氏 太原王氏 这叫五姓七族 也叫五姓七旺 因为在这个隋唐时期 是身份制的社会 世家大族 在社会上咱说有特权 声望和地位高于常人 卢生虽然是范阳卢氏 但是家道中乐 而且呢 自个儿去清城考试 几次也都没考上 是因为卢生笨 不好学习吗 不是 当时唐玄宗 宠爱杨贵妃 满逃了奸臣 这个安禄山这边 还准备造反 科举考试很难 卢生呢 很执着 可这一年还是没考上 他呢 也不敢回范阳老家 就带着自个儿的书童 骑着毛驴 四处游荡 你说是被考也罢 摆烂也行 反正整天无所事事 哎 有这么一天 这哥仨呢 就来到佛堂前 您问怎么哥仨呢 你看这不还有一头驴了吗 带着书童还有驴 佛堂里边有个老和尚 跟着讲经 周围不少人围着 卢生一脚也不要钱 听听嘛 顺便歇脚 让书童和驴 在外头等着 自个儿一个人进去 坐这听 听就犯困难 就跟那个上课 听老师讲课似的 那困了 卢生毕竟是读书人 知道礼节 觉得在人家佛堂里 睡着了不礼貌 迷迷糊糊的 从边上就退出来 到门口边 看见一个穿 青蓝色布衣的丫鬟 手里提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装着新鲜的樱桃 丫鬟看见卢生就问 说这个相公来尝尝樱桃吗 一看没别人是叫自个儿 啊好 一看这樱桃真好 拿起来一尝啊 哎呦 清甜多汁 搁这吃啊 你不能光吃啊 聊点什么吧 这卢生反正有点 这个社交恐惧啊 就问人家伙 你叫什么呀 丫鬟乐乐 我叫樱桃 哦好 这名真甜 说樱桃是谁家的丫鬟呢 樱桃说 我家娘子姓卢 哎呦 卢生乐乐 我也姓卢啊 樱桃还挺奇怪 说我们家娘子 早些年嫁到了崔家 现在丈夫去世 居住在城中 这个卢生想了一下啊 想起来自己父亲曾经说过 自己家有一个亲戚 远嫁到京城 好像在天津桥一带 丫鬟一听说 说那就是我们家娘子啊 和越聊越热乎 这愣起来 卢生得管这崔夫人叫姑姑 这都聊得热乎上 那不上门拜访就不合适 跟着樱桃过了天津桥 到了水南坊 一路上都是高门大院 别墅去 来到一个宅子这 樱桃说 您等会儿啊 我通报一声 一会儿工货 打里边出来 四个高大英俊的男子 卢生一瞧 跟人家一别 自个儿长得太寒碜了 一聊天 这四位是崔氏的儿子 就是卢生的表兄弟 好叫这几位 大儿子护不郎中 二儿子郑州司马 三个儿子河南公曹 四儿子太常博士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人家不光人精兴旺 各影各有出息 自个儿真没脸见人 四个表兄弟很热情 说赶紧吧 赶紧上正堂吧 拜见娘亲 进来了 就见着卢生的姑姑了 六十来四位老太太 穿着紫色的衣裳 各位 当时是唐朝 你别说普通百姓 当官的也得是三品官以上 才能穿紫色的官袍 再往下四品五品 穿匪红色的 六品七品穿绿的 七品往下穿青色 百姓家也是一样 不是什么人都能穿紫色 而且这个青色 是最不上品的 你看这个樱桃 作为丫鬟 穿的就是青衣 这姑姑穿紫衣服 一看就是大呼人家的态枪 娘来聊天吧 问林仙儿家里的情况 突然间话锋一转 说这个卢生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 这就愣了 眉头眉尾来这么一句 卢生就愣了 姑姑说你喜欢鹰头吗 这回头又看了一下鹰头 这个丫鬟十七八 聪明伶俐 貌美如画 但她是个丫鬟呢 自己就算是家道中落 好歹也是泛杨卢士 就有点反难 姑姑说 这个我知你怎么下的 我呀有个外甥女儿 姓郑 也是名闻之后 漂亮贤惠 你说这话 卢生很开心 高兴 她可没说 自己老家泛杨有媳妇 姑姑说了 你听安排吧 聘礼宴席 不用你管 你把这城里的亲戚朋友 这名单写下来 我替你发喜帖 卢生一听 写呗 还有写个八个打不着的 但是有钱有事的 做官的都写上了 这写了点面子 等到婚礼那天 写了这些个 达官显贵都来了 其实一琢磨就明白 人家是冲着催起来的 谁认识你卢生是谁啊 是吧 你是一个以高考为职业的人 结婚之后 姑姑在城里 就给这个卢生和妻子 正式买了一处庭院 金北辉煌 家具啊 什么床铺 都是上等的 这媳妇十四五岁 长得像仙女 轻力动人 这会儿这个 卢生乐不思数了 别说自个儿老家的媳妇 连书从跟驴都忘了 转眼到了秋市的时候 卢生开始焦虑 今年再考不上怎么办 自个儿这一家子 不能一直靠姑姑养着呀 姑姑来信了 说你放心吧 李布侍郎跟咱们家有亲戚 一句话就行 你放心吧 果然 第二年春天上榜的时候 卢生金榜提名 高中了 这叫博学洪词科 紧接着 又到这个 利布参加全选 姑姑安排了 说利布侍郎 那你表哥呀 到时候让你大表哥 托付托付 肯定没问题 卢生放心了 哎呀 有背景是多快乐的事 反正起 好家伙顺风顺水 当上了秘书郎 没多久 姑姑又脱关系 让卢生当上了亡无县令 短短三年啊 卢生扶腰之上 利布兵部 礼布都当上了侍郎 一手掌握了 选拔官员的权力 伟及人臣 其实说这个卢生的官 当得还真不错 你只不全靠家里安排了 没有真才实学 时间长了就露馅儿了 卢生呢 就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任命为河南隐 这一路做到了宰相 当宰相一心为国呀 最终是因为直言尽见 得罪皇上 罢免官制 但此时的卢生 跟郑氏 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你看这个官座这么大 什么都没干务 罢官之后很轻松 回家抱孩子 天伦之乐 说到这儿 您各位心里不平衡了 你这个天地好事 都是他的了 你别忙 这是原著中的故事 这个当代著名作家李碧华 就把这个故事改编了 似乎更贴切现实一点 那个版本里呢 卢生当了吏部侍郎以后 掌握了官员的任职权利 就开始买官卖官 通过手段 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可就这样 卢生不知不觉 也过去二十年 给自个儿的儿子安排了官职 给女儿们嫁进了豪门 儿孙满堂 毫不热闹 有一天 家庭来报 说门口来一个要饭的 说自个是卢生的原配 这些年挂念夫君 这次来是告诉卢生 父母饥荒中饿死 卢生这一下就想起来了 哎呦 远在老家的糟糠之气 自己的父母 自己贫苦的出身 怎么办呢 正发愁呢 大外面呼啦呼啦 进了一大帮官差 原来卢生这些年 在朝廷中所作所为 皇上早有耳闻 经过了周密的调查 查一下他的犯罪证据吧 反正这回来抄家的 卢生一听 那抄家就跑呗 收拾金音细软 顺着后门就跑 别看五六十岁 好兔子都是他孙子 跑着快 一天夜 不知跑哪 累了不行了 迷迷糊糊 来到了一座寺庙 寺庙里边传出来 老和尚讲经的声音 就觉得这个庙 这个和尚 这个经 怎么这么熟呢 一睁眼 发现自己 还坐在佛堂里 听和尚讲经 只不过自个儿 煮着下巴睡着了 站起来看了看 身上没有官服 没有妻子儿孙 一切是做梦 这迷迷糊糊的往外走 门口的书童嚷嚷 您干嘛去了 天都黑了 我跟吕月都快饿死了 哦好好好 顺着山门的台阶 往下走 身后跟着书童 迎面来了一个轻衣丫鬟 子西一看 这不是樱桃吗 上前问姑娘 你是哪家的家伙呢 姑娘乐了 说我家娘子姓谢 哦 姓谢 那不是 说完了 卢生头也不回了 就走了 怎么呢 这一辈子荣华富贵 兴衰起伏 自己已经体验过 不过是一场大梦 从此后也不参加科考了 浅散书童 自己一人一驴 看破红尘 浪迹天涯 你看了吗 一场大梦 让一个人放弃执念 不管是原著故事里 得到善终 还是李璧华改编的 一地鸡谋 到最后 故事都落在了 卢生梦醒之后 看破红尘 咱们不妨想一想 那既然醒了 为什么不回贩养老家 跟妻子团聚 孝敬父母呢 现在出现好多人 怀揣着理想文条 大城市打拼 找不着出路 可是赖也不回老家 这就咱们说的 城市容不下肉身 家乡容不下灵魂 前百年来 中国人喜欢做梦 研究梦 这个梦啊 是弥补一生中 很多的遗憾 梦也是大伙 对好生活的向往 可能很多人 跟卢生一样 正做了一场大梦 希望大家醒了之后 卸下包袱 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是郭德纲 咱们下期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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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